木球是由台灣人所發明的一項運動 相當類似於水球 更是一項老少嫌疑的運動 為此水里香木球協會 特別在剛落成不久的水里木球場 舉辦108年理事長輩木球錦標賽 新以許多好手到場共襄盛舉 來參加的民眾也表示 木球相當好玩 平時都很早起來打球 來到這邊參與比賽相當開心 也很有趣 更有高齡93歲的阿伯到場打球 也表示運動能夠讓身體更加健康 很好啊 我們來運動做木球很好的 大家來參加很好的 很好玩啊 我們人身體啊 目球對我們身體很好的 都在時下就來練 還沒什麼事 九十三 九十三 運動運動 大家高興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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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運動運動 人生生要運動啦 運動比較過癮 先議員陳時惠也到場關心 陳議員也表示 未來會針對木球場的周邊設施來做爭取 讓木球場更加完善 木球呢 很適合說 老大人跟青少年朋友共同來參加 今天主要在我們這個外面看到這麼好的這個球場 就是我們南東館長 人民前出租的這個經費來設立 所有的這些球員都非常開心 那當然 既然 周邊呢 也要有選手的休息 以及我們這個 流動措施 露燒這些經費 優惠也是一樣 由消費來爭取 管政府 人民前的管長 來做一個支持 消費非常堅定到我們 自立的木球協會 還有很多很多這些 救我們的共同支持 前幾年在地方民意代表向縣府爭取之下 水里木球場落成 並於日前舉辦比賽 傳說藝人也表示 未來會向縣府相關單位爭取經費 增添周邊設備 讓民眾有更優質的打球空間 記者邱平易水里採訪報導